4号新增两例本土感染 62例境外移入 没有死亡个案 国际疫情方面 日本新增7万多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进一步松绑边境防疫措施 从3月14号起 每天入境人数上限 将从5000人提高到7000人 并且在优先让外国留学生入境方面 提供协助 南韩疫情严峻 新增26万6千多例 死亡人数则有186人 双双再创新高纪录 由于感染急速蔓延 南韩累计确诊病例 正逼近400万例大关 印度新增6千多例 疫情大幅趋缓 卫生部门表示 目前印度确诊数 只占全球的0.7% 越南新增11万8千多例 确诊数居高不下 但越南政府考虑改变防疫政策 转向与病毒共存 将新冠疫情视为地方性流行病 越南超过90%的成年人 施打两剂疫苗后 死亡人数大幅下降 印尼新增37千多例 印尼政府估计到4月时 单日新增确诊数 将能够降至不到5000例 因为当地三分之二省份 确诊数都在下降 中国新增294例 本土病例有61例 当中广东占22例都在深存 美国新增近5万例 美国疫情趋缓 卫生单位要迎接防疫新阶段 但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疫情依旧有戒心 多数人认为 疫情尚未获得控制 支持继续实施限制措施 法国新增6万多例 法国宣布3月将会解除 大部分的限制措施 从14号起 外出用餐或参加文化活动 不需要再出示疫苗通行证 但为了保护脆弱族群 到医院或养老院 还是需要疫苗通行证 此外从14号起 只有搭乘公共运输 才需要强制戴口罩 英国新增4万5千多例 在取消所有防疫限制后 英国商店的到访人次 已经回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德国虽然新增超过20万例 但从3月3号午夜起 德国还是会将所有国家 移出入境高风险名单 让前往德国变得更加容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 请订阅按赞分享